字幕君 如果未訂閱我們的頻道 可以訂閱和按旁邊的小鈴鐺 那就不會錯過這影片了 另外也可以上我們Facebook給個Like我們 就可以在Facebook看到我們的最新資訊了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自家兄弟頻道 我是阿湯 這次帶大家回到一個在上年開盤的時候 相當熱銷的項目 當然開盤後一段時間他仍然買得很好 不過隨著上年的樓市進入了下半年的步伐 明顯地這些中高端地段的產品 價錢未必便宜 所以那個項目在後來在銷售上 就沒有當初開盤那麼易氣風發 買得那麼理想 也不會去到一個這麼誇張的搶貨局面 但無論它的銷售步伐是快還是慢 樓宇所處的一個地段和品質 都是相當之有價值 也是很高端的一個產品 我所說的就是位處於航空新城這一邊的江嶼海 大家都知道這個項目正正就是 金灣的華發雙刀正對面 而上年九月底的時候 金灣華發雙刀也正式啟用 反而我們這個江嶼海當然 是沒有這麼快可以入伙 但始終江嶼海這個項目 是最靠近金灣華發雙刀這個事實 是沒有辦法改變的 就在樓盤正門口走出去過對面馬路 就已經去到這個全金灣最大型的 最多購物資源最豐富的一個商場 雖則剛才也說到整個板塊來說 這一邊的樓價都是比較硬正的 若然之前買了這一邊的業主 去到現在這一刻都相對可以放心 因為所謂樓價的下調其實幅度就不算很深 這次這個江嶼海其實之前我也有介紹過 是在三月份開始陸陸陸陸陸 都有一些間斷式的供底房是有推出來 不過這一批供底房似乎都沒有去到真的 令人感覺大便宜 不過就比之前的產品略為要便宜一點 那到底要不要選這些供底房的產品 而這些供底房又真的漂亮不漂亮呢 看出去的景觀又如何呢 一會兒我們就跟Jerry進去裡別了解清楚了 不過都給大家準備 如果你是想運一些超級劈價貨 走老貨 即是感覺上發展商很不行 跟著大減價那種 在這一邊或者在這個盤是找不到的 因為所謂的一個價錢調整 其實未去到一個很深的幅度 不過是比上年等等的 一個整體的平均價要便宜一點 好了 現在我們看完這個航拍畫面之後 就跟Jerry進去了解一下 現時這個江雨海最新的情況到底是怎樣呢 今天都是Jerry 今次都是回到金灣的河洪新城 江雨海這一邊 江雨海目前在8座的建築高度 其實已經去到20座了 裡面今次在5月推出了一批特惠的房源 我們去看一看 那這次看一看 那這次看一看 江雨海推出了這一批工底特惠方圓 主要全部都是集中在8棟 8棟總共是6火的設計 在大一套單位 零一戶型92平方 主要是7樓 而再轉一轉 零4和零5的話 主要有5套單位集中 分別是79平方的零4和89平方的零5 再來一個零6是92平方的橫廳 集中是5樓 在這裡跟大家說一聲 這幾套單位 目前有的部分 可能已經是賣走了 不過不要緊 因為你是可以直接向我們查詢 目前還有沒有其他的一些工底房 又或者最新的 還有沒有一些新推出來的工底房 沒有的也可以等 因為這個項目 基本都見到 他由3月份開始 定期都有一些類似的工底房 有推出來的 那如果本身對這個項目不算太熟的朋友們 我們現在會播放之前 我們過來參觀的時候 示範單位和工用部分的片段 讓大家可以了解多些 去到後面我們也有區位的介紹 補充 那我現在帶你參觀一下我們的一個園林打造 其實你可以發現 整個珠海有這麼多小區 但我們這裡可以說 是目前唯一打造一個 現代藝術風格的小區園林 包括我們的建築和園林 你現在所看到的 所有都是以後所得到的配套 是不會拆的 包括我們的連郎 都不拆 都不拆 以後我們平時 吃完飯之後 下來散步 走走走走 都有遮蔭的地方 我在這裡留意 我在想一個問題 如果由剛才東大門走進來 每一棟 有沒有這些連郎去擋雨呢 基本上都會有 都會有 都會有 而且這裡是我們一個小區的游泳池 沒錯 一個無邊際的游泳池 好舒服 沒錯 差不多有我這麼高 我記得我過去 我是米八高 差不多應該是 米八深 米七幾米米八至少 對 應該找機會在這裡游泳池 對 其實我們這樣看下去 就好像有一種度假的感覺 對 而且我初步這樣看 你的樓間也挺闊 對 五十七米 這棟是二號樓 這棟是二號樓 現在已經賣光了 對 左手邊就是五號樓 沒錯 但二號樓算封頂了嗎 這裡差不多封頂了 差不多封頂 對 好 好 先看看 我們現在看哪一棟 我們 我們陽板房是做了二號樓 二號樓 對 因為我們手推的時候 是開了二號樓 要這樣繞一圈 對 或者是後期可以從那邊走過來 只不過現在我帶你參觀我們的樓樓 好 這個我們做了一個瀑布 以後是聽著這些聲音 對 真的有道解的感覺 我們的樓間距 其實可以感受到整個航空生成 目前是最遠的 左手這邊就是兒童泳池 沒錯 兒童泳池 可以感受一下我們的一個 現在是下午的5點 5點多鐘 可以看到我們的採光 通風 這個效果是非常OK的 OK 好 我們現在接下來參觀的是二號樓的陽板房 對 看一看二號樓 對 可以看看我們的樓下 樓下 剛才提到的是範圍所設計 每一層的樓下都是大同小二 現在看到的也是以後未來所得到的一些配套 分為兩邊 那邊 另一邊 前面那邊是我們的兒童遊樂區 這邊是我們的會客廳 還有你們也有很多兒童的設施 對 因為我剛才留意到你沙盤有兒童樂園 沒錯 因為我們這裡也是偏年輕藝術的 這個小區 所以做了很多這樣的配套 OK 這邊 這些也是以後所得到的配套 這邊可以參觀一下 參觀一下 對 哇 很大 對 這房子在樓下做了兒童的月蘭室 月蘭室在這邊 沒錯 在樓下 好 平時可以在這裡 好 我們上去看看 OK 我們上去看看我們 來到二棟的實體房 看一個89坪的三房 兩廳兩位設計的戶型 89坪對回我們 應該是960呎 960呎 沒錯 那蔡先生 這個是交流標準嗎 沒錯 我們入戶 包了一個入戶的懸關 這個可以放鞋 一個鞋櫃 這些鞋櫃 包了 這裡包了 這個很標準的鞋櫃 你看大家這裡有鏡子 沒錯 平時可以做妝容 包括我們上面 這裡 這裡 按一下 儲物櫃 平時我們一些 儲物空間可以放上去 對 這裡可以坐在這裡嗎 坐在這裡 放一個椅子 先放一個椅子 放一個椅子 如果是 這裡是我們平時的長袖 還有大衣 是 但是你說包是包到這個位 沒錯 櫃就去到這個位 這些沒有 這些沒有 這裡有一個乳鞋櫃 OK 好 清楚 我們現在 鏡頭右邊 看看我們的廚房 我們廚房 這裡其實是做了一個半開放式的廚房 到時候 這裡也是可以合起來 怎麼一合 這個現在還沒裝 這裡還沒裝 右邊還沒裝 做了一個鋁合金的玻璃推拉門 到時候這裡全部是玻璃 對 可以封起來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的都是我們膠樓的標準 包括我們現在看到的這些 還有我們的櫃 櫃 還有我們的三件套 光軚的一個消毒櫃 我們的消毒櫃 還有我們的消毒櫃 還有我們的煤氣爐 然後還有煤槍 好 好 還有我這個位置是預留一個雪櫃位 對 雪櫃位 而且可以放一個雙對門 是上開的 好 好 這個位置我比較喜歡 嗯 這個客飯廳開間幾多左右 這裡 我們的開間是3米3 3米3 而且我們整個客廳這裡是做了一個9米 和我們入戶這裡是做了一個9米的設計 都是兩百多呎 9米乘3米3 200多呎 客飯廳這些位 都比較闊落 其實我們有一個非常大的特典 可以看回陽台這裡 我們陽台雖然是960呎 但是我們陽台做到6米的大陽台 6米很大 沒錯 一般起碼要 如果在其他地方至少要去到1000,000 過百方才送這些6米長的陽台 還有我見你左邊這個位置 預留了一個洗衣機 是不是算是洗衣機位 沒錯是洗衣機位 是的洗衣機位 上面可能到時候再做一個櫃 另外你這個到時候可不可以封窗 到時候跟物業去作聲 物業申請 因為我在想如果封了就好像很靈 景觀的面子很滑 其實都有一個優勢 可以看回我們整個小區縣臨的打造 現在我們是多少樓 二樓 二樓 二樓看到整個泳池景很漂亮 沒錯 因為我們樓下的架空層是做了6米 6米 我現在二樓大約是8米、9米高 沒錯 8米、9米高 剛剛又高過樹木 感覺上很舒服 而且我見你這個樓間距始終都很闊 整個航空申請最闊 這裏樓間距近60米 60米 57 57至近60米 剛才說到我們項目這邊就右手邊 左手邊 左手邊就是華法雙刀 這個可以看到這個灰紅色 灰色是五星級的無能回風酒店 無能酒店 沒錯 中間那個位 馬路對面有個18萬方的中心河實地公園 是 那邊 我們看看那邊 那邊在建的是一個小學和幼稚園 小學幼稚園 沒錯 以後我們接送小朋友是非常方便的 好 好 清楚 我們看看客廳 客廳剛才說到交樓標準方面 到時候交樓是地磚的 沒錯 長身是白色魚膠漆 沒錯 白色魚膠漆 那這些是不包的 對 這個不包 不包 不包 那當時會不會有些燈槽 我們吊頂是做好了 吊頂做的 都包起來 沒錯 包括我們這裏有燈帶 這些都是包起來的 噢 燈帶都包起來 而且我們整個 我們現在是有一個非常人性化的設計 就是我們贈送了價值是四萬多到五萬元的一個智能家居 這個是U-Io-T 也是我們中國 是我們現在國內的第一品牌 噢 它可以做些什麼呢 現在未聯網 到時候我們入了之後 肯定要去連Wi-Fi 它可以通過聲控 和我們的手機 操控到我們城屋的家電智能家居 和我們的空調 電視等等 我們可以想想 如果我們平時上班的時候 發現忘記了關空調 是不是 我可以用手機操控 可以省很多電費 平時 減少一些不必要的開支 是 明白 鏡頭的左邊是一個廁房 是 沒錯 一個廁房 廁房這裡也有十個方 是的 可以直接出動 直接出陽台 都是向南的 是 潮南的 另外看一個公位 這個是公共的洗手間 我們現在看到的 也是以後所交樓的標準 這些全部都是有的 再看看我們的頂上 有一個暖風機在這裡 平時冬天的時候 洗澡的話 不用擔心會冷 這些 另外右手邊就是 這間 這個算是佈建的 是房還是原台 這是房 也是房 但是我們贈送了 大概兩個多方 這個飄窗 這個飄窗位很大 是 它是一個轉角的飄窗 我們是做了一個塔塔米 大概做了一個60公分左右的塔塔米 即是你這張塔塔米是去到這個位置 沒錯 這個位置都是 是 挑窗位 這個 大家看看這個轉角位 沒錯 而且採光是非常好的 這邊 這邊其實是向什麼方向 有朝東有朝西 要不就選擇向東 選擇向西 沒錯 看看我們自己喜歡哪個方向 好 明白 好 看看主人房 主人房的主位 還有一個套廁 還有一個套廁 那個座廁 有沒有電動馬桶 這個沒有 也是沒有 主人房也夠用 鏡頭的右手邊放到一個 衣櫃 其實我們自己可以訂造一個大衣櫃 所有的空間 我們這裡是三米乘三米四 這間洋賣房賣了沒有 這間洋賣房 未賣 大家有興趣可以考慮一下 景觀也挺漂亮的 如果買的話我也想買 做好了 拿包入住 而且在主人房可以看到我們的泳池 好的 很舒適 蔡先生 我想了解一下 介紹完這個89坪 戶型 我想請教 買什麼總價呢 這個單位 我們現在是這樣的 我們折後的價格 大概是29000左右的均價 那我唯起新總價 總價大概是250多 260多 250多就已經買到了 沒錯 正價比是很高的 算很便宜的 250多 沒錯 你連匯率是300萬港幣 300萬港幣 已經三房 兩位 還有6米大洋海 全部向正南 沒錯 另外一間最小的房間 一是可以向東 向西 其實兩個戶型 有沒有價錢分別很大呢 即是向東 比較貴 區別不大 分別不大 可能有100-200元左右的一個差價 即是看客戶的需要 看自己想選擇 向東 但始終客廳或兩間房 都是主要向正南 沒錯 三個開間超南 楊腿 客廳 還有次鑊 主鑊 全都是超南 次鑊 還有現在你買八棟的話 分分鐘有些高層 都可能看到 對面的高爾夫 高爾夫球頂 前面也沒有東西遮住 價錢都比較偏便宜 我自己覺得200多萬 現在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航空新城 以及我們江遠海項目 首先我們現在在這個位置 江遠海項目 上北 下南 左西 右東 跟大家介紹一下航空新城 這個我畫正方形 現在是航空新城 它是目前諸位政府重點打造的一個區域 政府其實對這裏 是有一個十年的打造規劃 現在是處於第八、第九年 一個收尾的階段 而且整個航空新城 目前是 整個珠海市所有的配套 最齊全 最集中 而且是最高端的一個區域 首先看看項目周邊的 六大中心和一個華法雙都 馬路對面有這個珠海市 目前最大的一個 雙月中學體華法雙都 隔離而已 是隔離而已 沒錯 我們上個月 10月22日正式開業 有四百多家的一個一線品牌 另外行爐五分鐘 步行五分鐘 還可以到這個市民藝術中心 和我們珠海市區的日月會是一樣的 包括了這個歌劇院 和我們藝術館、轉眼館等等 都是今年年底 會建成明年投入使用的 另外行爐十分鐘 可以去到 開車兩分鐘 去到這個華法國際商務中心 是我們西埔城區的一個CVD的中心 也是今年年底會建好 明年投入使用 另外我們行爐五分鐘 可以去到公共文化中心 市民公共服務中心 和產業服務中心 這裏是政府集中辦公的區域 以及這裏包含了 圖書館和檔案館 也是我們珠海市戰地最大 24小時開放的 這個圖書館 OK 另外我們整個航空申城 無論是教育 和醫療 和其他方面的區域 也是珠海市 目前最集中的 最高端的一個片區 沒錯 教育的話 整個航空申城 目前有九間學校 公立公辦的學校 是圍繞的 我們這裏出發五分鐘 去到這裏 有五間公立的 省區以上的學校 這裏已經開了學校 這裏已經開了學校 其次這裏走路 大概十分鐘 現在都在這裏建 有一個中學和小學 以及其實我們馬路對面 還有一個小學和中學 現在都在這裏建 明年都可以投入使用 我想問馬路對面 即是我們江月海對面都有小學中學 沒錯 就過馬路就可以了 我們平時 回來接接的小朋友 直接過馬路 就可以接小朋友回家 非常方便 其次 周邊的一個醫療 有兩個三格醫院 我們這裏出發 往北走大概是五分鐘時間 去到這個急大的珠海醫院 是三格醫院來的 明年都可以投入使用的 是 另外這裏往南走 大概是十分鐘的時間 去到這個廣東省人民醫院 三格醫院 已經是投入使用的 它裏面所有的醫生 全部都是由廣州調過來的 所以醫生的資質 是非常豐富的 不用擔心我們這個健康的問題 旁邊還有輪女中心 也是我們自己建的 包含了我們社區的醫療 平時一些簡單的健康方面的問題 也都可以在樓下解決的 其次我們整個學校生成 目前團 都是整個珠海 所有的配套 唯一一個是最集中的 而且是不用開車 不用開車 下樓下就可以去到 我們的學校 雙都 藝術中心 政府辦公的五星級酒店 馬路對面還有一個五星級酒店 武林匯豐酒店 我們的北邊自己建了一個 北京的建國酒店 其實北京這個建國酒店 那塊地是否算是你們 是我們的 算是你們 是我們 我們是有股份的 OK 是 沒錯 其次 這邊走路十分鐘 去到華華國際商務中心 這裡旁邊還有一幢五星級的盲號 還有裡面有五星級的燈 OK 那就聽你簡單介紹整個區位情況 對整個項目周邊的環境 交通 生活配套 醫療 學校都一正俱全 是 沒錯 接下來可不可以跟我們說一下沙盤情況 OK 沒問題 接下來我們看看項目的具體情況 OK 今天江雨海的介紹就來到這裡 片尾也給大家看看金灣航空新城裡面 各個公共設施等等的分佈情況 以及每一個屋苑所住的遺節的情況是怎樣的 假如你真的對這個江雨海的供底房是這麼興趣的 歡迎聯絡我們 拿些資料的客戶 又或者你是對沙盒新城裡面其他的項目是這麼興趣 希望等到有一些特價的產品推出來的時候 你馬上知道的 也可以聯絡我們 我們一有最新的消息 也可以馬上通知你 今集亮隊到這裡 下條影片再見 士德兄弟這條頻道和團隊 一直以來都在你大灣區事業的道路上 提供最全面最貼心的服務 除此之外 我們也會為你分析各個互認的優缺點 風險因素 無論是購買前的資訊和分析 以及購買後的回款簽約 我們都可以承諾全程跟進 以及將來的收留 及貼助辦理各項證件文件等等 確保給你最貼心的售後服務 成為你置業道路上的得力助手 如果任何的查詢都歡迎你可以電話先聯絡我們 我們承諾一定會盡快提供各下所需的資料 以及解答你的移民 我們期望為每一位觀眾客戶 曾得最理想的安樂屋 以致是投資物業 各位觀眾 若然你想上來我們自家兄弟門店 進行直播又或者面對面查詢 歡迎你親身上來我們銅鑼灣或旺角的分店 了解大灣區樓盤的資訊 又或者可以預約我們看樓 大家記得了銅鑼灣站的C出口 出來之後就跟著我們走 這裡就是寫字路門口 我們就是2304 23樓出來 左手邊 就可以見到我們自家兄弟的門店了 銅鑼灣廣場二期是有自設的車庫 大家若然開車的話 來到諾黑道就可以找到停車場入口 當然除了銅鑼灣店之外 如果你覺得方便到你的 旺角店這一邊 地鐵站出來 也都是相當之快 就可以過到胡舍新巷這棟大廈 那在8樓出了升降機後 802和8037就是我們自家兄弟的旺角總店 如果還未訂閱我們自家兄弟頻道 可以現在訂閱和按旁邊的小鈴鐺 這樣就不會錯過我們任何的影片了 下條影片見 拜拜